讓Challie V幫我寫出程式之後的話 那我個人比較習慣的部分 第一個把這個程式複製一下 然後把它貼過來 貼過來之後我是建議 有些地方其實是可以精簡的 哪些地方可以精簡 第一個我個人習慣是不喜歡看到程式這麼多 所以我第一件事就是會把上面的宣告 DIM開頭的全部刪掉 因為其實在VBA裡面 它宣告變數是什麼形態 這件事情是可有可無 可以做也可以不做 做OK 不做也OK 那它不做OK嘛 所以我們把它抵裂掉 抵裂掉的好處是什麼 它馬上可以讓你少了一些程式 看起來比較清爽一點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中間 如果假設有一些空白行 我也把它抵裂掉 那像剛剛我刪掉這個 像清除那個什麼重複的圖表 這個把它抵裂掉 那還有空白的部分 比如說這個程式跟程式中間其實不需要空白行 空白行感覺好像會讓程式拖得比較長 所以那你把它在抵裂掉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呢 它就會比較感覺詳細一點 中間這一段有沒有找出比例的地方 就是剛剛炸開就是剛剛出錯的點 那假設說出錯的點 你要找出為什麼出錯的話 有時候你們功力可能不夠啦 不過我是想要做一個方法 這邊執行一下 比如說這個地方執行 它會錯 它如果假設出錯 你要找到錯誤的地方的話 那方法 這個又出錯 max value 它要變萬華區了 ok 好 所以最後的話 我直接貼上它 它這個程式 直接把那個max index 直接改成1就可以了 1剛好就是中3區 因為我們有重新排序了 然後 直接就把找出什麼 最大比例的部分 把它刪 這個就不用了 把它刪掉 這樣就最簡單的啦 那並且把圖力隱藏起來 ok 好 那你會發現 突然間這個程式呢 感覺好像 突然變得比較 沒有那麼的 這個擁擠的感覺 突然程式變少了 所以理論上 我為了說不要讓程式看起來 這麼臃腫 那我會把它減肥 第一個我會先把病的部分刪掉 然後不要的部分把它刪掉 我剛剛改的最重要是這個 Points 後面就直接給刮無一 因為呢 我們已經排序過了 所以我們排序 假設如果你沒有排序過 你就要必須讓它去找 那個程式其實就是找出 裡面最大的那一個 OK 可是我們已經是第一個 所以乾脆直接跟它講第一個 這樣就簡單的 OK 那其他的話 再把這個SUB名稱改一下 這個SUB名稱就叫 各區比例圖 所以把這個名稱 直接改成SUB 空一格 各區比例圖 好 這樣的話應該就完成了 好 執行一下 這樣子應該我看一下 也沒問題 也沒有圖力 大概應該這樣就夠了啦 那當然它沒有辦法做出圖說文字 這個應該是它不知道圖說文字怎麼寫的可能性滿大的 好 那最後的話呢 如果你想要多累積一點程式的這個撰寫的能力的話 就知道我是建議各位 你可以在那個SUB裡面請它再做一件事情 讓你比較更看得懂程式 各位可以看到 它其實已經幫你盡可能的在那個程式的上方 增加一個單引號 後面加中文字有沒有 那這個地方單引號開頭後面就註解啦 那意思就是幫你解釋 下面這一行程式到底做什麼用途 OK 所以以後你也可以自己閱讀一下 看一下那個就是註解裡面到底寫什麼 你就比較知道下方的程式的作用 那以後的話 如果你假設要對於程式更能夠掌握的話 恐怕還是要多累積程式的這些寫的那個方式 你可能要多閱讀啦 因為如果你閱讀的太少 你可能看的還是不是 可是如果你看的很多的話 你會慢慢發現 大體上好像有固定的寫法 那當然啊 如果你覺得說 它這個註解還是寫的不夠清楚的話 我教各位一個方法 我覺得還蠻好的 就是你可以請它怎麼樣 把這個註解寫得更詳細一點 它就會怎麼樣 把程式的上面這些在補上 非常詳細的說明 我覺得它這個功能就等於是幫你 有點像寫書裡面的那個解釋了 那怎麼跟它講 比如說你可以跟它講說 請幫我 更詳細的程式註解 OK 就類似像這樣 你就可以在這個有沒有 它已經有寫了 只是你覺得寫得好像不夠詳細 那你可以跟它講說 請幫我寫更詳細的程式註解 或者連請都不用了 幫我就可以了 幫我 幫我也不用撰寫 幫我寫就好了 更詳細的 主要關鍵是更詳細的程式註解 的程式註解 好這樣子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它底下的話 我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它連註解的 註解是做什麼的有沒有 它每一個都寫了 OK 就會寫得非常 我是覺得這樣對於 假設你原來對於程式 比較陌生的同學 應該會蠻有幫助的有沒有 底下每一個每一個 但是好像 哎呦啊 這底下有寫得蠻詳細的 等於它沒寫一行程式 就是一個註解 沒寫一行程式 就是一個註解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為什麼它 每一個程式的作用在 在什麼地方 而且甚至 底下還會跟你講什麼 程式詳細的解說 宣告什麼有沒有 做什麼 標籤 炸開 有沒有等等的 理論上 應該這樣就非常夠了 等於就是幫你把這個範例 有點像當成一本書 書裡面大概就寫成這樣子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寫書 我覺得翹翹翼就可以幫你寫出來了 有沒有 大概差不多意思 如果你還不夠的話 你可以再跟人家講說 哪個地方還不夠 請幫我再寫更詳細一點 我跟你講它會再寫更詳細一點 OK 所以理論上應該沒有說 看不懂的意思 因為你如果 如果你再去問它 它會跟你解釋得非常清楚 OK 應該夠了吧 像有些時候剛開始 學程式的時候也不一定要 我是覺得我剛開始學程式 為了避免我會不想繼續學 我當然不求聖結 所以說不求聖結 好啦大概知道就好了 不然真的你繼續了解 往裡面鑽 你大概興趣都完全沒有了 因為我剛開始只是想說 我可以跑出來 哇感覺很開心這樣子 就夠了 可是你越是想要把每個東西都鑽研 知道為什麼的時候發現 哇好累喔 好多東西要知道 比如說我宣告 為什麼他宣告這麼多東西 宣告的原因在什麼地方 恐怕你都往裡面鑽 你應該會需要花很多力氣 OK好 那這個部分我想我們就把這個做完之後 一樣嘛 最後我是希望說有個按鈕 再加一個清除嘛 所以最後 就是把這個也要Ending一下 所以這個就是各區比例圖的一個按鈕 OK 然後再來就 刪除 刪圖的部分我們就用上禮拜這個好了 有沒有 其實這個我們是用Active Shift 所以其實應該都是通的 那所以這邊的話我一樣插入一個按鈕 這邊拖拉一下 然後就把這邊的話改成各區比例圖 然後把這個按鈕名稱呢 就叫做各區比例圖 底下的話呢就利用什麼 利用原來的按鈕 我的習慣是複製貼的 因為它會大小一樣 然後頂多是把它往下移動 然後再按右鍵重新指定它指向哪一個聚集 它其實哪一個聚集是哪一個Sup 重新指向三圖這一個 並且把名稱一樣複製 然後直接把它貼過來 這樣應該OK了 好 這樣我想應該就達到我要的結果 按下去 各區比例圖 OK 好 那這樣就基本上就完工了 所以結合上個禮拜 因為上個禮拜就是這個 加這個 然後質調圖 這個好像都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今天的話就又把這個 最後一塊拼圖把它完成了 OK 不過啦 可能還是會有同學覺得意猶未盡 你覺得老師你還是沒有把那個 可是我還是不想要看到這個資料標籤 我還是想要讓它變成圖說文字的話 那其實有沒有辦法 因為巧克力比它辦不到 其實如果巧克力比做不到 那你真的一定要把它變成圖說文字那個樣子的話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了 叫做錄字聚齊 所以有的時候 如果巧克力比真的幫你 但是它真的幫不了你 或者說它有部分幫得了你 但是有部分幫不了你的話 那其實有部分程式 你是可以用錄字的 錄字完之後來修改 因為你錄字就是 你看到結果是什麼 它就會自己變成那個樣子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其實 難度其實也不算太難 就是你把滑鼠鍵盤的動作記下來 讓它重跑一遍而已 所以這個請各位先把各區比例圖 用巧克力比的版本先做出來 試試看好了 那我剛剛有講的一個 我覺得還蠻不錯學習的一個方式 就是請你在這個Challip底下 再跟它講說 幫我寫 或者幫我撰寫更詳細的程式註寫 有沒有 它就會幫你把每一行 到底程式在做什麼 具細明移的講清楚 如果還不夠的話呢 你還可以再把某一行的程式貼上 請幫我增加更詳細的註解 如果你希望它更詳細一點 請幫我寫500字的註解 它可能還要真的 會不會還說 我沒有辦法 500字太多了 寫不出來 OK 你可以給它一個字數限制 它真的會幫你寫出來 其實註解就是等於是 用來解釋這個程式在這個地方的用途 所以這個註解 如果假設你要自己寫可以 你可以寫寫自己懂的 因為這個將來就是寫給你自己 回頭看你這個程式到底寫 寫這個程式的用意是什麼 避免說你將來回頭看程式 連你自己就看不懂的話 那就麻煩了 所以通常還是會把這個註解寫詳細一點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那個 這個20V寫出來的 那我其實 就是最後有個Ending的版本 我有貼在雲端白板的第二十六頁 就這個 各區比例圖 那我最後其實就是乾脆 不管那個Max Index 直接就改1就好了 因為它就第一個 那我們就不用麻煩 好 試一下 好